Hello大家好,我是来自澳大利亚的Evon 今天就给大家讲一下聊天的技巧 可能这个聊天学问可大了 我不一定说说,我不是说来交给大家什么 而是我只是单独的把我的经验说给大家听 因为前一段时间,昨天我写了一些关于人际关系方面的技巧 然后很多年轻人就给我留言,发email 就问很多很多关于人际关系方面的话题 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对现在年轻人来说 就有蛮大问题在里面的 因为我觉得可能是因为现在的人大多数就是用电脑沟通 什么的,不用面对面 然后反而就造成他们真正要去面对面交谈的时候 去遇到很多很多困难 不知道应该跟对方怎么样交流 而且之前我还提到 如果你真的想和人跟交往的话 首先先了解对方 别人就说,怎么去了解对方啊 怎么去了解对方 就不知道如何开始啊 所以呢,就是说话的技巧 我特别喜欢和别人聊天 因为我觉得在聊天当中呢 你可以完完全全的可以了解整个人的全面 虽然说你不能光听他说 有些人就爱吹啊,爱吹牛皮啊 这是很正常的 但是你不一定要说 比方说,我们就开始谈论一下 我们经常会聊些什么话题 当你想了解一个人的时候 你不一定要真的直接去问 啊,你做什么工作啊 你挣多少钱啊 你家有多少人啊 你有生孩子结婚了没有啊 就是这些话题你不一定要直接问出口的 因为你完全是可以从片面的题材呢 去得到这些information 而且会让对方很舒服 所以说,就说刚开始的时候你和大家聊天 你不知道怎么如何开口的时候 最好的话题是聊他的兴趣爱好 而往往一个人的兴趣爱好呢 就可以看出这个人的素质在哪里 其实,你比方说 有的人说,我闲着没事 我就喜欢看看书了 游游泳啊 健健身啊 你就可以知道 这个人是一个非常努力向上啊 非常又有拼搏精神啊 或者是很书香门第的一个人 有的人说,我喜欢打球 我喜欢看球赛 我喜欢有空了和朋友去喝酒 disco 你又知道他是一个怎样怎样的人 对吧 其实兴趣爱好是完全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性格趋向是什么 从这一点你就已经可以开始了解 这个人是什么什么样的人 然后呢 再深一层呢 很多人大家会倾诉啊 什么都喜欢讲到 他哪一方面在行啊 就说你不一定要问他做什么工作 但是呢 他可以 比方说他聊什么聊的 比方聊金融会聊的 很 很 很 怎么说 很在行 你就可以知道他是做哪一行的吧 他如果聊起来 啊 煮饭方面很棒的话 你就知道 他煮饭方面很好啊 所以 很多方面的 我们真正了解一个人呢 这是也就是有的时候 我们从小可能 教育的方式不同了 有的父母就觉得 你认识一个男生 你最关键的就是要在意他的什么 收入多少啊 高富帅嘛 家境怎样啊 就是这些东西啊 但是其实不知道的是 你应该更了解 这个人的性格是怎样的 你的 他的性格适不适合在你一起 因为 你他有钱 他是不是高富帅 其实 与你合不合是完全 完全是没有关系的啊 没有关系 因为他这个人 他长得高 他长得帅 长得有钱 长得又怎么样 哎呀 这个钻石王老五啊 人家 人家喜不喜欢你啊 你是不是钻石公主啊 就是 所以 很多东西 你要看去了解这个人 就算对方是一个 又丑又矮 又又没有钱的人 但是 他却是一个性格 和你很合的来的人 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所以 不要先去 一开始去献为人家 家境怎样啊 有多少钱呢 做什么工作 有没有车 有没有楼啊 这些东西都不要问对方 因为问了也没用 人家可以撒谎 可以骗你的呀 就是可以随便吹水的呀 也可以啊 而且 有 就算他有 也可能是负资产啊 所以 这些东西完全不是 我们真正用个讨论的话题 而且这是非常敏感的话题 和朋友初次见面的时候 尽量不要讨论这些话题 最好讨论就是 你的兴趣爱好啦 你平时去哪里玩 这是最好最好的开始 你可以静静的听 就认真的听 去做一个很好的聆听者 因为 刚开始的时候嘛 遇到一个陌生人 我们首先要做的是了解对方 而了解对方 并不是自己口若悬河的 在说自己的事情 要给机会对方说 当然了 如果对方是一个愿意 静静听你说的人 就表示这个人 也是一个修养非常好的人 你呢 在聊天的时候 你可以自己说一点 然后问对方一下意见 然后对方再给他一下意见 就是要顾及一下对方的感受 说话的时候呢 要引着说 不要砸着说 懂吗 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 我的意思 就是说 你说的话 你要让对方引起对方的兴趣 引起对方的话题 来一起聊天 而不是对方说一句 砸人一句 说一句 砸人家 怼人一句 怼到人家没话可说 然后一会儿人家不想 不和你聊了 你又觉得 哎你怎么不说话了 怎么不和我聊天了 因为你的每一句话 都把人家怼回去了 那人家还怎么和你聊天呢 如果你很高 你狠的什么的 或者是人家说一句话 你就说一些人家不喜欢听的话 人家怎么和你继续聊下去 所以有些时候呢 你一定要学会 就是顺着上 就是比方说 人家谈论到这个话题了 如果你不懂 你可以投意 哦原来是这样啊 哦 就是以一种学习的心态 去听一个你不懂的领域 然后呢 再给予适当的疑问 让对方更加的发挥 他的优点去继续说下去 而不是说 比方说人当时正在夸耀自己 说多棒多棒多棒的时候 你忽然就来一句 钱有什么好棒的 我知道有个比你还厉害的 像你这种人 人家愿意和你聊吗 人家掉头就走了 真是的 所以就是说 一定要说 让就不懂 顿的懂 如果你懂更好 懂的话 你说啊是啊 我这方面也是怎样怎样怎样 你这个idea不错 我可以学到 我又学到一样东西 总之是一种欣赏的状态 和别人聊天 这样这个气氛才能舒服 没有人说在你面前 愿意你踩着人家 你骂人家 你说人家 人家还愿意继续和你聊天呢 除非你这种说和骂 真心是为他好的 他能感受到的 那就可以 但是这种情况 一般是在 会发生在好朋友啊 家人的情况底下 在陌生人面前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如果你这个样子 人家虽然说是 哎呀 你人不错啊 挺实在啊 但是人家也不会 也不会 觉得你这人是不是有毛病啊 我认识你谁啊 第一次来 你就给我 哎呀 就是教育我 怎样怎样的啊 所以第一次见面的陌生人呢 聊天的一定要温和 给人留下一个非常舒服的印象 这样你才会有第二次机会啊 说话呢 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学问啊 做一个聆听者呢 而且做一个懂得对方的聆听者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再比喻说 像有个朋友跟我说 他说去参加宴会 怎么样可以在宴会当中 不做壁花 就是说 不会说是 哎呀擦不进去啊 人家两个人聊天 我进去之后 我不知道怎么擦嘴啊 说着说着 好像没话聊了 我就很无趣的走掉了啊 有朋友 有email给我这么说 其实 一个再好的演讲家 他都需要观众 就是说 当这个人在讲话的时候 你围过去 听的时候 这不是坏的事情 但是呢 观众分两种 一种是懂他的 一种是不懂他的 像你站在那里 啊 你想擦嘴 你想表现 你的过程呢 一致在表现给他看的是 你想表现自己 而并不是真正的在聆听 他在说什么 所以你就变成了一个 不懂他的观众 而别人就会忽略你 就不会把你 真正的融入到这个圈子里面 当别人在说的时候 如果你真的很认真在听 然后并给予赞许 或者认可 对方怎么会不喜欢你呢 因为他知道 你是一个懂我的人 他就会很愿意和你聊 而他所说的这个领域 不管是你懂 还是你不懂的 你不懂 你可以学呀 而且抱着一种 啊原来是这样的 哎我怎么从来不知道 有这方面的领域 对方可能会更有兴趣去说 所以说并不是说 哎你不懂这一行 你就没有资格和我一聊 其实不是的 因为每个人 当他聊天 说话的时候 他是其实 想在踊跃的表现自己 当他说到自己 很在行的领域的时候 他会很开心去讲 哪怕对方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孩子 他也很愿意去讲给他听 因为对方是很认真的在听 所以说呢 这个聆听啊 是很重要的 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就可以表露说 啊原来是这样 啊原来是这样 但是如果你懂的话 也不要硬硬插进去 因为你懂了 只能说是 啊认可对 你这真对 哇你怎么 这行你好在行啊 也连这个都懂啊 就是这种话 你都是让对方感觉 哎我又碰到 就是很投机的人了 我们既然能聊得来 什么叫能能聊得来 就是他说的观点 对方认可 这叫聊得来 如果你说一句 对方就 哎不对不对 你再说一句 哎不是不是 哎谁说你这样 才不对了 你说的不对 这叫能聊得来吗 肯定人家不会 他再继续和你聊了 肯定不会喜欢和你聊天 因为他每说的一个point 你都在打压他 所以所谓的聊得来 就是他的point 你认同 你是认同的 所以这叫聊得来 哪怕不懂这个领域的知识 你也可以 啊真的好棒啊 来来来 交给我多一点 说一点多点 我很有兴趣听哎 我竟然不知道这方面 所以他就会越来越喜欢说 而且当你在认可 同意赞同 并且给予问题的时候 要给什么样的问题呢 要给让对方 可以进一步 发挥自己的问题 而不是问到一个问题 让对方很尴尬 哎呀 阻在那里的 所以说 有些时候 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人 就算哪怕知道对方 只是吹吹牛 吹吹水 听过笑笑也就算了 不要说一句话 把人塞回去 就让人很下不来台啊 让人很面子下不来 这种事啊 这种事不要干啊 因为你虽然揭穿了他的谎言 但是你在社交圈子里边 也让人感觉到 你是一个很不会 就是很不给人面子下台的人啊 你是一个很 就是很street的人 就是完全不懂得 掩饰自己的心情 完全不懂得 顾及他人的感受啊 虽然对方吹水不对 但是你的行为给人 就是你所说出的话 你所做的行为 是代表你自己 就像别人说 当别人辱骂你的时候 你做回去的行为 你是 虽然你不能懦弱 但是你也不能辱骂回去啊 因为你当你辱骂回去的话 你和他有什么分别 你所做的事 又非常有礼貌的 把道理说给他听 我们可以讲道理 对我曾经说 曾经说过吗 遇到不讲理的人 我们可以讲道理 他不讲理的人算了啊 但是至少在第三者的眼中 他知道我是一个 讲道理的人 而那个人只是在废而已啊 所以就说 我们的行为言语举止 都代表着我们自己的性格 代表我们的人 我们所说的话 每一个眼神 每一个行为 我们都在展现自己啊 就是比方说 朋友圈里边 宴会上什么的时候 哪怕一个人 就像我说 做一个好的聆听者 你可能并没有 口若悬河再说 但是你的认真的 在听别人讲话的 这一瞬间 你也可以吸引到人 甚至如果我是一个 很棒的演说家 我愿意和你做朋友 因为你的聆听 让我感觉 我说的每一句话 你都在认真听 我说的每一句话 都会有价值的 我记得在美国一个总统 我不知道哪一个总统啊 我不记得名字 我只看了这个故事 他呢有一次 在美国一件 非常重大的决定当中呢 他就没有办法下决定 他就特意请专机到他的家乡 把一个老的邻居 一个老先生给请来到 到美国 到这个白宫啊 然后和他聊天 聊天过程当中呢 就是因为 然后聊完之后呢 这个记者就采访这老头 就说老人家说 他跟你说什么了 他说我们没说什么 我们就是闲聊 就是闲聊 家常就是闲聊一些人生啊 一些道理啊 是没有具体说什么的 但是呢 我相信的是 这个老人家 肯定是一个 非常非常好的聆听者 而且并根据他的需要 给出非常好的建议 可以解开他的心结啊 所以你从通过这个故事 你就可以看出来 做一个聆听者 是多么重要 特别是做一个 懂得对方的聆听者 比那个会啊 会说的人可能更重要 因为其实 但是现在的社会呢 是伯乐比千里 对 在现在的社会呢 是伯乐比千里一码少 你再有本事的一个员工 如果你碰不到一个 好的老板的话呢 那也是没用 同样的 你说的再怎么棒 你再怎么演说 再怎么会说 你碰到 碰不到一个懂你的人 碰不到一个 愿意认真听你说话的人 那你也是失败的 也是难的 也是很难的 所以在这个说话呀 交流啊 在你说的时候 也同时同时呢 也学会让对方说一说 然后你再说一说 然后可以得以认可 然后再慢慢的找到两个人 共同话题 然后再爆开这个话题 所以这这个整个交流当中呢 你就完全已经足够 可以了解到对方 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的价值观是怎样的 他对处理事情是怎样的 当他当他说 我比方说他在聊别的事情 我看见谁谁谁 我火了 我就上千和他打起来了 怎么怎么样 那你就知道他是一个冲动的人 他虽然说 哎呀 不可 我将来你做个女朋友 我肯定不会动手打你的 但是他冲动起来 会打人的人 他如果和女朋友冲动起来 他也会打人的 所以通过这一件事情 就举一反三 你就可以了解到 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比方有的人说 哎 那个公司里边什么东西 有时候我就会 偷偷的拿一些回来 这就是 这就是偷东西 虽然有时候说 哎呀 这好 我是 你看没事 这小东西 公司的人不会在意的 但是他始终这个行为 你就要思考 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或者是说 当别人 当 我就是每次当别人 在我背后说别人坏话的时候 我就在想 你可以在我面前说别人坏话 你同样也可以在别人面前说我坏话 这是同样的道理的 所以当对方 不管对方说什么 做什么 他每一个行为 你都可以知道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的每一个行为 都可以让我们更加了解他 现在的这个video呢 我就想给大家说 就是说 这就是说 为什么说话很重要 说话需要很多技巧 而且说话也可以让你 让你更加去了解一个人 当你了解他之后呢 你就可以相对的选择性的 展露自己 朋友 说是朋友 说在我们在人世间的人际关系当中呢 除了亲人爱人 还有best friend 这个种这个比例只占百分之一都不到 大部分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际关系呢 其实都是我们就是在必须 比方说公司上司同事啊 或者是有利益关系的人啊 就是这种关系 当然越舒服越好 越怎么样可以让对方舒服 就怎么样去见解这些关系 人际关系就是让大家会在一起舒服的 而且能办得了事的就可以了 不需要 哎呀 非要纠结啊 我就像有个朋友说的 我一个朋友 怎么他对我做事情 他只对我做百分之二十 可是他偏要对我做百分之七十 然后呢 就问我这种朋友怎么办 我应该怎么处理 我说 这个朋友他只对你做百分之二十 可是他要求你做百分之七十 第一的可能是 他身上肯定有你什么把柄 可以要挟到你 比如说 不是说很严重 就说 就是个大概的意思是说 他肯定是 有什么东西可以要挟到你 第二 他如果 如果他只对你付出百分之二十 而你却还是愿意 为他付出百分之七十的话呢 就表示这个人身上肯定有你需要的东西 或者 这些这个人身上 有些什么东西 可以压制你的东西 你不得不要奉承他 要做百分之七十 其实这也没有什么 既然有这个东西在里面的话 那你就做吧 比方说他如果是你的上司 他如果是比你棒的 或者是利益关系上 你是需要的 那你就 必须做这百分之七十 这是很正常的 但不要是抱怨 因为这是很正常的 人际关系方面 这是很正常的 还有 然后他就说 还有一个朋友就说 他每次去 他说有些公司啊 方面同事啊 什么的 碍于面子 不得不 没有不是碍于面子 就是不得不要和他们交往 可是他们有些时候做事情 太过于不顾他们的感受啊 比方说 看电影总是迟到啊 是怎能怎样的 说他这种人还能改吗 其实 我觉得你如果把当 如果他真的是把你当朋友 他就不会整天去迟到 OK 他如果不把你当朋友 你又何必care啊 他改不改呢 其实 你要是想和他交往 那就继续交往 他如果不想和他交往 那你就不要理他 因为他只是一个普通人 但是 如果他都这样了 你还是要和他交往 就表示这个人 可能是你必须要建立的一个关系 那就不要抱怨了 因为 如果你真心想把他当成朋友 那就告诉他 你这样做 拎到我不舒服了 或者说 你要这样改一改什么的 如果你觉得你这种话说出去 对方不能接受 或者是说 他不可能改变的话 那就不要说了 就这么简单 其实 没有什么好纠结的 因为 你有些事情当你说 哎呀 我必须要这样做 那我怎么办 你改变不了别人 你就只能改变自己 就这么简单 没有什么别的可以改变 或者不改变 人际关系 这是大家 你进我退 阴阳八卦 这是很正常的关系 所以说 如果有一个人 比方还有人说 哎呀 他总是排挤我 侮辱我什么 做一个 他需要你的人 如果一个人很棒 你可以做到 他 你可以做到 他所需要的 他肯定要为你做出 那70% 而不只是做 这20% 如果他做20% 去要求你做70% 的话 那就是表示 你需要他 唯一可以做的就是 让自己强大起来 做一个 他需要你的人 做一个 做一个 你 只需要付出20% 就可以得到别人 70%的回报的人 当然了 他这个20% 他既然 他为什么可以 做到这个样子 因为 他肯定在某些方面 很努力 得到了一些东西 而这个东西 让他得到了别人 对他的尊重 或者 让他得到了别人的避忌 所以人家不得不要 做70% 去讨好他 所以你不能怪别人 说哎呀 为什么这不公平啊 为什么别人要侮辱我啊 排挤我啊 因为他比你有本事 你唯一可以做的就是 专注在自己的工作上 让自己 往上爬 让自己飞黄腾达 这是你唯一可以做的 如果你 你的 如果你自己 现在刚才我教的 说话什么技巧 这都只是一个 普通的社交 但是真正 你想得到别人的尊重 真正的你想得到别人 愿意和你交朋友 愿意和你怎样怎样的 只有一个方法 就是变强壮 变强大 变得自己有本事 那你的说话才有力量 你做事情才能 每一个动作都有声音的 所以 这 终归到底还是一句话 就是让自己强壮起来 好嘞 谢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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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